现在市井里有很多 关于文秀和袁岛成的传闻 你可曾听说 听说了 孽障 都是因为你 才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你让我如何向严家交代 如何面对苏家的列祖列宗 我这张老脸 我还要不要 那是他自己选的路 因为我何干 且苏家能有今日 那还不是二叔的功劳更大些 你 你 二叔 这是你最后一次对我的事 若再有下次 就别怪我不客气 等竞标大会结束后 我会给文秀写修书 把他送回眼界 天色不早了 二叔还是早点休息吧 敌眼睛 敌眼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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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来猜一下 我们的霓儿姐姐 为什么不高兴了 好呀 那你猜猜还是为何 因为你不想让苏家拿到贡商 如果你退出了制造组 那颜文秀胜出的希望极大 我是不是太小心眼了 我就是不想让他赢 颜文秀呢 虽然骄横霸道 惹人生艳 不过 你一贯不是这等 雅字必报之人 所以我也很奇怪 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苏文宇 你别走啊 我开玩笑的啊 我不是小心眼 你才是 好了好了好了 我是小心眼好了吧 那你来告诉我 为什么不想让他赢啊 其实我一直都在怀疑师父的死 跟他脱不了干系 这些年 我每每梦到走水那晚的场景 翻来覆去都觉得奇怪 除了颜文秀 没有人会故意把我锁在柴房里 但是你没有证据啊 霓裳 事情总有一日会水落石出的 虽然用鄙视打压他 不实为一个好办法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不能因为一个他 就影响了全盘的计划 如今 你进入中世几乎毫无悬念 如果硬要去制造组鄙视的话 万一失利了 我是说万一 那你就失去了 得到最终贡商名号的机会了 你说得对 是我一级用事了 所以啊 你才更需要我 没有我可不行 还有啊 我才没有小心眼呢